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问我为什么这么拼 在新强不就是因为 想享受生活才能够这个国家吗 那我对这个啊 我自己有个答案 如果说碌碌无为 就什么都不干 在新强这边反正够吃够用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呢 与其就这么过一辈子 我还是想 成就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能找到哪个层面 一遍 作为一个华人先生 本性想做开发的确是困难性 是有劣势的 我们在开发地的时候 新斯兰旁边的邻居 那些本地人一看 华人脸在工地上 那其实他们对华人多多少少还是存有一定的偏见 他们对我们的成见会直接上升到 你要什么诉求 我就是不配合 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给大家举个例子 之前一个盘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旁边正好是个诊所 这个洋人老爷爷 他是这个诊所的老板 他直接就打电话给警察了 说让我们停工 理由是什么 我们的机器的震动 导致他的精密手术 或者是一些仪器 会产生误差 直接让警察出了进行令 让我们强制挺功 那时候我们就很郁闷 我们就是挖掘机 离他们很远真的吗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是偏见 因为当我带着我的团队 带着我们的设计师 带着我们的图纸 非常祥和的 就是跟他 不是跟他去闹 说这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你看我们的设计图 做完以后 你这边的价值肯定会上去 你看我们都是得奖的设计 等等等等 那老爷爷一看就高兴了 原来是高端的东西 而不是他想象中的 Made in China 其实这就是我一直想在这边 想做这个东西 让人家觉得Made in China的东西 不是他们以前一直认为的 cheap的便宜的又不好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也是可以做好东西的 我们可以有我们非常高端的品牌 让洋人对我们华人的那种 便宜啊质量不好啊 的这种偏见 一定要把它们打掉 把它消除掉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和目标 不容易 天天因为高压 高强度真的压力很大 吃的也跟不上 然后睡眠又睡得差 那直接导致体力会更差 我是个80后 这几年你头发 胡子 掰了很多 所以呢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他后来就推荐了我 Ocean Fit 他说 你得试一下这个 他应该能帮得上你 效果的确跟他说的一样 在这种高强度的生活中 他竟然能让我的身体 我的精力 甚至能恢复到我 差不多五六年前的水准 我能不能胜任我的高强度的工作 就是靠我的精力 能不能把我拖起来 我七天都是在上班 没有个人时间 完全没有个人时间 这么拼是为什么 我其实很简单 一个是实现自我价值 第二呢 我很enjoy 这种成果 得到成果那一瞬间的那种幸福感 突破自己一次又一次 这就是我 其实很简单 感谢观看